国际金价节节攀升 让黄金走私活动也更加猖狂 香港海关上个月就成功破获了 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黄金走私案 犯罪集团将市值8400万港币 折合约5000万令吉的146公斤黄金 铸造成零件 藏在两架空气压缩机内 不料机器的重量成了破绽 让海关人员当场人赃并获 在这种案件里面 我们在两台报称为空气压缩机的机器里面 是检获大量的走私黄金 经过我们点算之后 我们检获的黄金的重量是有146公斤 市值约获有8400万港元 行动里面我们拘捕了一名涉案的男子 他年龄是31岁 这种的案件是我们香港海关 在有纪录以来最大宗的黄金走私案 香港海关是在上个月27号发现了两架 即将运往日本的空气压缩机 在材质和重量上出现了异状 打开查看之后 才发现空气压缩机内的6件零件 都是由黄金来铸造的 为了瞒天过海 这些零件还被喷上了银色涂层 从外观上完全是看不出是黄金 初步调查发现 犯罪集团是通过空壳公司 委托物流公司 将这批伪装好的黄金 从香港空运到日本 以逃避大约840万港币 折合509万利益的税务 当局怀疑 这宗黄金走私的幕后黑手 可能是企图逃漏税的日本犯罪集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在 Inst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